歡迎收看股市總實力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實力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124點 我問各位你開心嗎 你說教育老師已經快要1,13000耶 15929 我當然開心啊 你確定你是真的開心 還是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你只是為了要嘴家為老師 而開心 心裡在淌血 怎麼說呢 今天三四四三創意 長了5%多 一定很多人嘴家為老師 你不是當恐怖情人 對不對 今天長了對不對 笑死 我就問各位 我創意有賺錢 我APP有賺錢 我M31有賺錢 我四星KY有賺錢 你有賺錢嗎 你有賺錢嗎 你自己想想看 昨天有多少人 這是昨天台北股市 跌128點 對不對 半導體IP股重挫 車用IC重挫 AI概念股重挫 半導體業重挫 IC設計股重挫 然後我今天特別把昨天有沒有 重挫的那個熱門股市場熱門股 通通通把印出來 你自己認領啦 創意 四星KY 愛浦 威勝 這都AI股 智元 玉創 金豪科 對不對 創為 神准 重挫 重挫KY 重電股的中興電 今天還在繼續跌 四電 還有昨天有利多的森達科 我問你 你昨天你有沒有砍掉 你昨天你有沒有偷偷停損 對不對 家瑋老師每天跟各位講 我說 我們創意是有獲益了結的 我們第一次賣在八百塊 從383漲到八百塊 然後後來買回來之後 第二次1045賣掉 賣掉之後 我就跟各位講 這裡怪怪的 你要做可以 意高人膽大 對不對 後來你就看到 就突然就這樣咻咻咻就殺下來了 是不是咻咻咻就殺下來了 那我問你賠錢的多還是賺錢的多 一定賠錢的多 後來他又反彈 反彈之後 之後我說這是給你逃命用的 4月10號禮拜一 後來跌跌 然後 12 禮拜二禮拜三 我還問你1200塊你要套多久 到昨天禮拜四 對不對 大跌 昨天你創意跌到這裡 我問你你有沒有偷偷停損 昨天偽黑小魚死一片 好啦你昨天停損了對不對 我昨天看PTT一堆人都說 啊 停損了啦 昨天PPI有沒有 美國PPI有沒有又優於預期 我不會再被騙了啦 我停損了啦 我請問你 今天大漲你開心嗎 你一定不開心嘛 我們是獲利了結的喔 你有賺錢嗎 你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今天一定很多的人 加入嘉偉老師恐怖情人行列 重點是 你們現在加入恐怖情人了對不對 因為你們看到創意 創意長不爽了對不對 你們還是要笑嘉偉老師 為什麼 因為你們怎麼樣 你們不會去笑自己 但是你們在笑嘉偉老師 在罵嘉偉老師的同時 其實你們在罵自己 這就是嘉偉老師跟各位講的 股市裡面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 所以我昨天講嘛 雙蛙不聽老書言 套牢電子在眼前 哀怨自連平加碼 呼見航運飛上天 前面兩句話 嘉偉老師昨天得到一個完美的驗證 那驗證了之後 當然今天反彈 對不對 就不關我的事了嘛 因為 我能救的我已經救了 那 接下來他反彈 我要focus在我自己的股票上面 所以我說 接下來我這兩句話驗證了對不對 我要跟各位驗證的是 接下來這兩句話 股市的舊市主傳說 航運股跟被動元件 很多人說 嘉偉老師你做的圖很絕 你總是喜歡拿這個動漫 對不對 來那個 來那個 當尼的智卡 我覺得因為很貼切啊 對不對 很多人可能沒有看過北斗神全 40年前的漫畫 對不對 對不對 世紀末舊市主傳說 北斗神全 股市舊市主傳說 我昨天說為什麼 這叫做股市舊市主傳說 因為當你半導體股大跌的時候 指數會往下跌 對不對 可是 盤面上現在不是空頭 我再強調一次 現在不是空頭 所以 資金 它不會讓它往下跌 什麼叫空頭什麼叫多頭 空頭行情就是 資金是退出市場 退出市場 所以不完了 退出市場 所以很多的股票都會跌 可是 多頭行情不是 多頭行情是 資金會轉進 懂意思嗎 所以 半導體股不行了 對不對 半導體股佔 電子股的權重很重 半導體股不行的指數 是不是會往下跌 可是 因為現在是多頭行情 它不會讓指數往下跌 它就會轉進 別的權重股 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那別的權重股是什麼 航運股是被動元件 還有被動元件 你說交易老師怎麼可能 對不對 來 我跟各位講 你去看喔 你去看今天的那個 今天的股票你就知道 這是今天早上有沒有 昨天不是PPI 對不對 優於預期嗎 對不對 所以今天早上一開高 開高之後 然後到了差不多9點半這個時候 你就看到今天早上9點半的時候 比如說我舉一檔股票為例子 6531 愛普 9點半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就開始殺了 是不是就開始殺了 創意 對不對 從這裡拉了一段之後 是不是開始不會動了 就開始行情已經 搖搖欲墜要死了對不對 誰跳出來把這行情頂上來的 是他 我們的國具 對不對 因為 當這個昨天6531 最多人要的愛普 在開始搖搖欲墜的時候 你看我們2327國具 就從這裡 大單挺進 把指數戶住 然後這個是大家最不要的航運股 早上人家還在那邊說什麼傳承 有沒有 來 平盤 就從這裡 碰 170了 所以你看喔 佳愛老師三次操作國具 我說前兩次我們都獲利了結 對不對 第二次獲利了結在這裡吧 獲利了結之後 我說因為我預期指數 股價會往下跌 所以我們做個價差 所以我們先避開大跌的這一段 我們在2月底的這一段 我們是轉進去做什麼 做什麼 航運股 然後呢 等到它彈起來之後 我是不是前天把它買回來 前天買回來之後 今天是不是挺上去 又快要創新高了 是不是穩穩漸漸的獲利 是不是穩漸的獲利 所以我說 我今天測標為什麼會下這個測標 佳愛老師 我 我是一個待會員的老師 我不是一個收會員的老師 什麼意思 你可以看得到市場上的分析師 他們做節目都是在收會員 什麼掌講什麼嘛 對不對 前天之前上禮拜的時候 AI股 後來重電股 對不對 後來呢 到了昨天全部的人都是軍工股 那我問你 你們老師講的節目上 吹的天花亂墜 我請問你 你有沒有賺錢 我們就講你的AI股好了 你們老師吹的天花亂墜 你有沒有賺錢 沒有 為什麼 因為跌了他不會講 對不對 他會去講別的 可是他偷偷停損了 昨天很多的老師停損 AI股 停損IC設計股 叫你去追軍工股 結果你今天軍工股很多又掉下來 不是嗎 對不對 那你看我們 佳偉老師 你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我就問各位 我的節目是做給會員看的 我是把我怎麼帶會員 我就 交代給各位聽 所以我們全國會員都在驗證 我就在這邊公開問我們會員 佳偉老師有讓你大賠嗎 我是不是真正做到什麼 大賺小賠穩健操作 最近標股漲翻天 最近中小型股群魔亂舞 風險很高啊 我們會員很多啊 我能夠今天去追這個 明天再去追那個 後天追這個 然後追不對砍 追不對砍 然後對的拿出來講嗎 我不行啊 對不對 好表演啊 重點是你有沒有賺到錢 我就問各位 你有沒有賺到錢 是不是 沒有嘛 大多數的投資朋友都沒有嘛 因為你去看那些老師的節目 每天講的都不一樣 難道他真的帶會員 每天追這個砍那個 明天追這個砍那個嗎 嘴巴講比較快 可是我是把我會員的操作 我通通一五一十的 就拿到節目上講 那我就問我們全國的會員 佳偉老師有讓你大賠嗎 被動元件我們買了就賺錢 對不對 這是2492的華興客 今天漲不多 但是你自己去看 我們買了是不是賺錢 2428的心情 買了是不是賺錢 甚至3026 有和聲堂 買了是不是賺錢 今天晃晃晃晃晃 尾盤也拉起來啊 那你說航運股呢 教育老師你航運股不知道 你拜託一下 我們航運股是買在2月21號這一天 我們是買在這一天 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 我們買進的時候 是不是漲漲漲漲漲漲 請問一下底下的融資有沒有增加 融資有沒有增加 從航運股從這裡漲到快170這裡 從航運股這150幾 140幾低點 漲到170 請問一下融資有沒有增加 沒有耶 融資什麼時候開始增加 從這裡將近170 對不對 直接這裡增加 然後對上來 你把融資的最高點 這邊8萬多張融資 這邊對上來 170 171 3塊錢融資增加了5萬多張 因為大家賭他的什麼 配息嘛 配息70塊嘛 那時候人家說 哇 那常常如果配70塊 背天賺地 好來 所以融資進來嘛 你們是從這裡進來的 我沒講錯嘛 你去對照就知道了嘛 我們買這裡嘛 你們在這裡 好 好 後來追了以後 掉下來 又來了 開始罵家衛老師 啊 你的會員 通通套在179 我就跟你講嘛 我對不起我們全國 這一兩個會員 我真的對不起你 因為我把你拿到 節目上來說 對不起 但是我相信未來 你一定可以解套的 我們大部隊買在這裡 隔天我們還買進 基本上我們這兩筆 一次買一成嘛 兩成就已經把我們 八成九成的會員 全部買完 大部隊買在這裡 對不對 後來有新會員加入 我就買一下 新會員加入我就買一下 新會員加入我就買一下 這邊有一兩個會員 買在這裡 179 179 買在這裡 所以呢 你在罵家衛老師 所有的會員 都套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罵你自己 你知道嗎 因為這裡融資 8萬多張耶 後來呢 掉下來 電子股群魔亂舞 這裡都是利空有沒有 陽明說什麼 運價不OK 那個簽長約可能不樂觀 對不對 說什麼 獲利要衰退多少 然後外資一直賣 你就看到這融資有沒有 就這樣掉下來 到了昨天的融資水位 比我買進的水位還要低 昨天的融資水位 昨天股價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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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融資水位 竟然比我買的融資水位還要低啊 代表什麼 沒有人要航運股 代表你們之前追進去 航運股笑死了 你們通通停損嘛 我有沒有停損 我沒有停損 我每天跟你講 忽健航運飛上天啊 好來 今天咧 蹦 一根 拍誰喔 170.5了 今天已經來到這裡了 今天已經來到這裡了 來 再說一次 家瑋老師 1791套10年 再說一次 還是你敢跟我打賭 當然我不知道你是誰啦 我怎麼跟你打賭 對不對 賭什麼都跟你賭啊 你敢跟我賭嗎 不敢嘛 對不對 融資水位在低檔 比我買的還要低喔 股價已經衝到這裡了 那你如果看放空就更好笑了 這是融券空單的放空 從這裡 嘎起來 嘎到空單變成0 對不對 直接嘎空嘛 嘎空之後從這裡 空單開始開放 對上來158 是不是 空單開始開放 然後每天都有人空 每天都有人空 每天都有人空 然後空單也慢慢增加到 1600多張 股價這樣嘎起來 爽嗎 開心嗎 所以我就說嘛 我問你 我再回頭 我最後我再問你一次 今天台北股市漲124點 你開心嗎 我們是很開心啦 因為我們航運股也賺 被動元件也賺 連宏達電都賺 我們會員的索爾池股都賺 我們開不開心 我們沒有漲停板 我們沒有表演漲停板 但是我們是扎扎實實的獲利啊 我是一個代會員的分析師 不是表演型的分析師 雖然我在節目上有時候講話比較誇張 比較機車 很多人講話說 哇 教育老師考試人真的是第一名 沒錯 我敢跟你保證 全台北股市裡面 如果要講這種酸人 對不對 因為我跟你們學的 我跟你們學的 然後還親出於欄 考試人絕對沒有人 能夠贏教育老師 但是我是一個代會員的分析師 我代我的會員穩健的獲利 我們從AI股 IC設計股 轉航運股 航運股 IC設計股大獲全勝 對不對 轉航運股 現在也賺錢 對不對 大部分已經大概九成大概都賺錢 然後呢 前天去買 被動元件股 也是通通都賺錢 我們是賺錢賺錢賺錢 那我就問各位 你有賺錢嗎 你有賺錢嗎 你們的老師在節目上表現的這樣 這邊都是漲停板 這邊都是漲停板 你有賺錢嗎 好好想想 到底誰的節目是在幫你 誰的節目是在害你 我一直在跟各位講這個字卡 對不對 我說我推方案 教育老師不是隨便推方案的 我推方案的時候代表有航行 我在推方案的時候 不好意思 航運股在這裡 你說教育老師長這麼少 你也敢出來說嘴 好啊 你就來看看他接下來會不會 加速度飛上天 紅棒一根比一根長啊 我在推方案的時候是這裡 我在這裡跟你講說 第一根紅K棒 你要不要趕快進來 我在這裡跟各位講 國劇第一根紅K棒 被動元件第一根紅K棒 你要不要進來 我有沒有害你 還是那邊整天在吹這個也漲 那個也漲 這個漲停板 那個漲停板的分析師在害你 自己廣告時間 好好想清楚 下個階段我會告訴你 接下來的航運股可能還真的 就會一飛沖天 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兒回來 成功的五成老師 特別推出 你一半我一半 就難得盡緊把握 稍稍線 0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家瑋老師跟各位講我的代會員理念 很簡單 穩健操作大賺小賠 哎呀 家瑋老師這種老掉牙 人人都會講的八股文觀念 你也拿出來講 我就問各位你有沒有做到嗎 人人都會講穩健操作大賺小賠 我就問你你有沒有做到嗎 還是你整天 齁 家瑋老師我要穩健操作喔 結果你每天追高殺低 很多老師都這樣 我一定帶你穩健的操作 然後你看他節目上表演的 每天都追高殺低 我說到就做到 我就問全國的會員 家瑋老師有沒有穩健操作 家瑋老師有沒有讓你大賺小賠 是不是 目前為止我們航運股賺 被動元件賺 宏達電也賺 比起人家那種表演的 你自己去看吧 所以你要怎麼穩健操作 你要利用利空進去買啊 你要利用股票冷門的時候進去買啊 而不是等到大家都在衝的時候 你就為了去衝那最後一根 你去衝那最後一根 好 你被出貨了 比如說像1513中心店 我問你怎麼辦 你可能你今天把他砍掉 不好意思明天又飛出去 你說家瑋老師你不是一直罵他飛出去 那你抱不住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買這個穩健嘛 基本上我們從這裡衝到這裡的時候 融資根本沒有增加 等到融資增加了以後 後來我就說了嘛 雙蛙你們千萬不要偷偷上傳 你們上傳的時候股價就殺下來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後呢到了今天呢 已經漲到拍誰 漲到1.70.5了 1.79要套10年 你敢跟我打賭嗎 是不是 還是你的 你的電子股要套多久 是不是 那你說這個散裝航運 更不要講我們2月23號去買 域民買進去第一根大漲 信心第一根漲停 第二根漲停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慧陽KY 這都現在給人家笑啊 拜託我們大賺好不好 我說之前啊 對不對 世維行 後來我們把慧陽KY是獲利了結的 大哥 世維行是獲利了結的 鄭德是獲利了結的 台行是獲利了結 然後呢 我們域民沒有賣 信心沒有賣 我們域民利用回測月線再買回來 然後呢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域民 我說你就來看嘛 這裡是什麼 時日線跟月線黃金交叉 我說這個是時日線跟月線要死亡交叉 你看今天艾普還是一樣爛啊 對不對 差在哪裡 因為你喜歡艾普 它叫做AI 你討厭航運股 它叫做散裝航運 笑死 人家是從這裡這樣 你的6531艾普 是這樣 但是我再跟各位強調一次喔 我們都是獲利了結的 所以我相信現在很多人加入教育老師 恐怖情人的行列 對不對 我說下個月通膨在即 航運股將以非充電 因為現在油價在漲嘛 現在已經四月多了 等到五月初 五月中又要公布那個CPI的時候 你看下個月CPI會不會漲起來 所以嘛 你去看嘛 國劇也是一樣啊 被動元件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今年已經慢慢漲 已經準備要創新高了嘛 買的這個點 我當時候就跟各位講 我們國劇買的這個點 很像是我們 後來 3443 第二次 買進 我們第二次買進 創意的點在這裡 我們買國劇的點 就很像我們買創意的點 那你自己想想看它後面 它會怎麼走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雙蛙不聽老蘇言 套牢電子在眼前 哀怨自連平加碼 忽健航運飛上天 下個星期開始 我就要來跟各位驗證 什麼叫做忽健航運飛上天 你一半 教育老師幫你出一半 我們明天見 字幕君 你拍攝 甜蜜